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要去打扰人家 所以后来我就掉头回去了 那第二次精彩的事情是 也是跟随内在的冲动 跑到这个山里面去 车子一停 我没有回头路 因为只有就很窄 只能单向进去 马上后面一辆车又跟着过来了 我要倒车出去要后悔也不行 前面有一辆机车呢 摩托车钥匙都没有拔下来 马上拔腿就飞奔上山 我不知道要开始爬山路 那你知道吗 这种气氛很容易感染 尤其是你是跟着内在冲动 跑到那个山区里面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有思考 所以我也下了车 叫我女儿在车上等我 我马上跟着她后面跑 那后面来的那辆车子的 那位乘客 那个司机 他也下来了 哇 穿西装 打领带 穿着皮鞋 跑上 其实都是那个土坡 然后就是一般的山路 可是爬没多久 他马上就超过我了 我还后面喘吁吁的 我问他说 你体力怎么那么好啊 就他回头看着我说 你都没有运动哦 所以玩游戏要体力啊 后来我跟他讲 我当天早上我才爬过山呢 我是有运动的 我哪晓得这么多阶梯啊 可是你知道没有办法回头啊 内在的那个热情跟冲动 没有办法一时浇灭 我就跟着冲啊 就这两个男生 一下子就不见人影 可是那个第二个穿西装的啊 他稍微慢一点 回头看看我 他说我看啊 还是我帮你去抓好了 因为接下来一段 就是垂直的楼梯 我根本脚已经发软了 我爬不上去 然后呢 他说来 我帮你抓 完全不假思索 又把手机给人家了 等到他一爬上去 不见人影的时候 我发现不对 那个人我不认识 刚刚才认识的 然后刚刚才碰到的 手机就交给人家 等到我这个 喘气 这个慢慢地平息下来之后 这个头脑比较冷静 我说完了 我的手机在一个陌生人的手里 那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心里面 我要信任 我要相信 人都是善良的 我相信 我相信他一定会把手机还给我 后来我就在下面等了一下 大概也才两三分钟吧 我就看着他下来了 这个时候 西装外套脱掉了 穿着白衬衫 汗湿一片 然后一样 手上拿着两个手机下来 告诉我说 没抓到 我就很开心 说还好我没有跟着你爬上去 因为我爬不上去 后来我就问说 那第一个跑上去的男生呢 还说 他也没抓到 插了那么一分钟 我心里面暗自窃息 还好没抓到 还好我没有爬上去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后来慢慢地走下山啊 那这位穿西装的男士 还挺这个绅士的 在下面稍微等了我一下 他想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山上 后来我女儿上来了 他要看看我怎么样 那我们就要慢慢下去的时候 我女儿忍住他 一直想要取笑我的那个冲动 在人家背后 偷偷拍人家穿西装 打领带 上山抓宝 那虽然目的没有达成 可是呢 内心感受到一种 难以言喻的热情跟冲动 那我想这是我 这个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心里面所经历到的一种过程 可以非常专注 而且跟随内在的冲动 你后来就会知道 什么叫冲动 而且完全无法止 无法止住这个冲动 它真的带着非常大的一个热情 但是我想呢 这个游戏达人不是我 最厉害的是我们的老板 他已经 我说他走火入魔 他说没有 他还没有到那个境界 那我想接下来就要听 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主讲人徐医师 他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里面 他体会到什么人生的大道理 首先 说来惭愧 从小就没有什么不良事 叫说来惭愧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打电动玩具是坏小孩 在我们那个年代 看漫画也是坏小孩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东西变成动漫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好像开始整个社会的风气 不一样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 看《昂仔仔》 就是漫画 是坏小孩的行为 打电动玩具 是不良青少年的行为 所以从小 在那样的一个道德观之下 所以真的从小到大 我还真的没有玩过 任何的网路游戏 那大家知道 以前我是电脑跟英文白痴吗 刚开始 电脑开始发展的时候 我电脑是不会用的 包括我是不会上网的 包含我之前是没有email的 对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上网 自从开始出了智慧手机之后 所以智慧手机就是给 没有智慧的人用的 他的智慧终于追上了 我的没有智慧 因为智慧手机 可能点两下 诶 就上网了 诶 从此我就会上网了 那自从有了Line 有了WeChat 各位 我连email我也不会用 我也没有用过email 诶 我就跳到Line了 WeChat了 这是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就是科技终于赶上了人性的愚蠢 跟你愚笨 好 然后第二个 我英文不好嘛 那各位 我真的很感谢 我们对岸的老大哥 国力越来越强盛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在 学习使用中文 包括你到欧洲 到日本的机场 马上走过来 先生 你要买什么 都是在讲中文了 所以 我觉得挺有趣的 而且最近听说还做了这个 即时翻译软体 就是 你戴上一个耳机 我戴上一个耳机 我讲中文 你的耳机马上把我讲的中文 一层英文给你 那你讲英文 马上我的耳机 把你讲的英文即时翻译给我 各位 那还学什么英文嘛 真的是我跟他讲过 中小们好可怜喔 都因为英文学不好而自卑 遇到洋鬼子 阿兔啊 开口啼啼吐吐吐 说不出来 就觉得自己很羞奶 各位 可是我现在开始觉得了 你们是不是要开始都学中文了 对不对 你们美国人都不会讲中文 你们不丢脸吗 你们不自卑吗 以后全美国要做全民中简 因为我们现在搞什么 全民什么 各位 那我们现在不是要搞托福吗 以后他们要搞祝福啊 要测一下你们的中文程度嘛 所以 开玩笑讲一句话 我这辈子两个最烂的最自卑 从小最抬不起头见人的 英文跟电脑 现在慢慢好像 真的 我觉得 就是各位 你赛跑 你要跑得更慢一点 最后让第一名在你后面 因为他追了一圈 变成你在他前面 我觉得这真的是 蛮高的一个智慧啦 好 讲到游戏上也是一样 我从小 没有打过任何的游戏 漫画倒是有过 比如说 考完高中 就到同学家扛两个布袋回来 把这辈子 这个 miss掉的进度 赶快把它追回来 在这个暑假里面 好好地看漫画之类的 长大之后 也常听到很多人在讲 沉迷在什么网路游戏 各位 对我来讲 说实话 很陌生 好 刚刚我还是提到 可能在我们的训练里面 或 之前在试疗待过嘛 酒饮、药饮 各种的饮都有 包括之前我们还提到的 什么性爱陈饮症 有没有 网路陈饮 各位其实很多 好 早年台湾还有强力胶 吸强力胶成瘾的 各位还有人吸汽油 好 买一桶汽油回家吸 那我跟大家讲过 以前我一个同学 最奇怪的 喜欢闻鞭炮的味道 所以他就买水泱泱 到家里的马桶 让他在马桶炸 炸完之后掀开盖子 闻那个味道 当然大便要先冲掉啦 插在大便上水泱泱爆炸 那就 那就整间浴室 都是黄金遍野、遍遍遍地的啦 所以刚讲 所谓的游戏成瘾 或打什么 网路游戏、手机游戏 我这辈子没有任何的经验 没有任何的经验 那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 因为我最近 保可梦成瘾吗? 其实他们就为了这个 来叫我讲这个题目 好 所以我刚讲 各种成瘾 等一下我们会来剖析 不管是药物成瘾 那有些人是赌博 那各位 当我们讲到成瘾的时候 说实话 我们所有的观念 几乎都是负面的 那各位 一个人赌博成瘾 最后下场是什么? 倾家荡产 倾家荡产嘛 包括早期台湾社会 连老婆都卖给人家 连女儿都卖给人家 家里有几栋房子 都不够用嘛 最后一定是赌博成瘾 然后你看 手指头 断一根 断两根的 有没有? 就每次都要借断 借断还是去赌嘛 是啊 所以我们一直想到 赌博成瘾 想到的就是 倾家荡产 我们想到 所谓的 游戏成瘾 或喝酒 我们想喝酒成瘾 来 喝酒成瘾的下场是什么? 酒驾嘛 干硬化嘛 然后 最后 大脑也病变嘛 酒精性的失忆症 酒精性的痴呆嘛 工作也丢了嘛 最后也 为食道溃疡出血 或干硬化 食道的静脉瘤曲张 最后死于吐血嘛 那 酒精成瘾 各位知道就是 每天 喝酒酒嘛 麻生麻生嘛 最后一样也是毁了一个家的幸福啊 所以我们对 成瘾的概念就是 家破人亡 最后是 甚至就是以疾病死亡 作为结束 那 网路成瘾呢 各位 我想再说 很多的家长 来 来 你们曾经有担心过你的孩子 或 你的孩子 曾经有过 网路成瘾现象的 请举手 或你们家的孙子 齁 其实 好像 来再举一次 还好啦 其实也 没真的那么 算多啦 那我这样讲 的确我们的社会 对孩子 所谓的网路成瘾 是抱着高度的恐惧 但是今天我们讲句实话 当我们进入身心灵的时候 各位 我们不能只是 单方向的思考了 我们也不能只是对网路成瘾 真的把它只界定在一种 成瘾性的行为 包含 我们要从 身心灵的 方方面面 甚至 也许我们要扩大为一个 家庭结构的问题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 假设有一个人成瘾 倾家荡产也好 不顾家人的感受也好 或 招致了重大的 生活上的 一个障碍 各位 假设我们去想 如果不是单一个人的问题呢 如果是 他替全家的人 来做一个问题的出口呢 或是 如果我用一个 比较白话的角度来讲 他替全家的人 担了无形的业障呢 好 假设我用这个比喻 他只是这个家的一个 负能量的出口 他只是这个整个家的 我们的障碍的出口 那么 所谓的成瘾性行为 所谓的成瘾性的 造成的伤害 真的是 不管是个人行为 还是全家的能量 都出了问题 而只不过这个孩子 是属于比较脆弱的那一个 而由他作为一个出口而已 好 所以我们今天 显然会从很多 不一样的角度来谈起 好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像那天我到 英哥 桃园的妇女会去演讲 遇到 我们 癌友的 最早的一个学员 叫 宿芬 她乳癌 最早我们 我在 还在台北市立仁爱医院的时候 那参加第一届的 这个少奶奶的 全国大会师 所以她是我第一班的 癌症团疗的班长 到现在乳癌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对 好 那天遇到她 那时候她的宝可梦 好像已经打到了 三十 三级 好 我最近看到她好像是三十五级了 好 然后她看到我 就很高兴 说 徐师 听说你也在打 我说对啊 那时候好像我打到二十六是吧 我说那时候我打到二十六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她讲 我倒还没有卡比授耶 然后她就说 给我看她一二十支 然后说 徐师 如果有交换系统 我一定两千多分的 送你几支 好 那就 来到我开始说话了喔 她说 徐师 像我这样中年妇女 她其实已经五六十岁了 开一个早餐店 然后她说 打这个宝可梦的游戏 有时候真的还有一点小小的 偷偷摸摸 出去抓怪 还戴个帽子 怕被人家认出来 像这个家政执行长也是一样 有时候她开车去追怪 她不敢走下去 怕被人家认出来 哎呦 执行长身心灵还在追怪 所以这个孟芬 素芬就跟我说 她自己有点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 就是怕被人家认出来 可是 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 又难掩那个兴奋 好 她就跟我讲一个故事 因为她是乳癌的患者 好 那过去 开完刀 做完这个治疗 那她一直跟我说 她的指甲 就是长得不好 长出来就碎掉 长出来就碎掉 几乎指甲 就是整个生长得很糟糕 她没有办法留指甲 可是她跟我说 自从开始打宝可梦之后 有没有 整个指甲都长出来了 我就说 这么神奇喔 连身体的新陈代谢都恢复了 她说 徐医师 对 她又跟我说 早期在打宝可梦的时候 会出这个追怪的这个Jable 她说 徐医师 你知道多疯狂 因为她开早餐店 突然看到前面一群年轻人 呼啸而过 她就知道 有事发生 马上 坐上她的摩托车 跟着追上去 然后好像也是半夜 因为她住英哥嘛 追到英哥的山上 废弃的工厂 然后一群年轻人 跟她就在那边抓怪 她说如果不是这个游戏 她根本没有办法 这么疯狂的参与 这样的一种活动 那自从有这个活动 她突然觉得生命有了意义 整个有了意义 好 所以我从另外一个 有趣的角度来谈 因为 好 我宝可梦达到三十四 我啦 但是我们的九龄主任 已经三十七了 我们有另外一个 心理师的先生 上个月才 达到四十级 到顶了 好 那那个心理师的先生 她为什么 忽然宝可梦 因为她抽了三十年的烟 但是她没有听到 马来师的演讲 每次抽五根 她就每一包整个抽起来 然后开始打宝可梦 然后 打到他们家到公司 会经过几个补给站都知道 会有什么怪都知道 然后那时候 在送Double的时候 感恩节的时候 每天到巴黎 渡船头 一天七八个小时 就在那边抓怪 抓到四十级 把三十年的烟戒掉 对 那有一次在巴黎渡船头 有看到一个人很熟 就是我们诊所的心理师 在那边追怪 好 那 对这个人来讲 第一个 她的追怪 帮助她渡过了 三十年的烟瘾 还有 两个孩子都大了 上了大学 她的空巢期 好 所以我们先讲 宝可梦这个游戏 其实跟一般的游戏 有点不太一样 第一个 很多年轻人不玩的 因为第一个 太花时间 再来往户外跑 年轻人没有那么多时间 再来 如果你要达到 三十几集以上 对不起 要花一点小钱 好 花一点小钱 买幸运蛋 为了让分数累积 好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 我有没有花钱 有 这是我 这一辈子 第一次为了玩游戏而花钱 这一辈子 第一次 我再告诉大家 突破这个心理障碍 多困难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觉得好像要 破关快一点 好像要花一点钱 可是 我又觉得从小到大 我的形象 身心灵大师 我这样子会上瘾吗 为了玩游戏 竟然还要花钱 然后我太太就说 你不要这样说嘛 这也是人家 花了无数的心血 研究二十年研发出来的啊 你花一点钱支持这个产业 这个世界才会有未来啊 对不对 你只给人家玩这么久 对不对 玩这么久 不花一点钱 这样也不算支持人家 那我就跟她讲 可是我自己这样子 这个钱我花不下去耶 他就说 可是 因为各位 你知道到后来 打寶可梦这个游戏 赚金币 很难赚耶 对最多一天 只能赚十到二十个金币 因为你打完下一个道馆了 前一个道馆又被人家占走了 我在开玩笑讲 我赚钱都比赚金币容易 我在现实世界 赚钱的能力 比在游戏世界 赚游戏点数的能力强多了 可是我活得好辛苦喔 明明在那边打道馆 太辛苦了 我就跟我太太说 啊不然我暗示你好不好 她说你都说出来 什么叫暗示 我暗示你买送给我 这样我就有游戏点数 而且又不是我自己花钱 你觉得呢 这样各位知道齁 我们又想要 可是我们又 怕说出去丢脸 竟然玩游戏玩到要花钱 后来在我暗示之下 她就买给我了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玩游戏花钱 可是我跟各位说 花得好爽喔 终于不用再那么辛苦的 去打道馆了 终于可以把我的配备升级了 所以我就开始了解 很多家庭里面 很多年轻人 一个月可能花三五百块 甚至有些人花两三千块 再玩游戏 好不然我没有办法了解的 因为她要买装备嘛 她要满足她的那个 游戏的成就感 好 所以 我先讲这个游戏 因为我喜欢走路 那宝可梦刚好可以走路 好 所以 后来像江振警长 我跟她讲个笑话 昨天要到 这个台中高铁站接我 我就看到Jable 说欸 警长 有一只卡比兽耶 好 不远 开车十五分钟 好 追 所以我昨天来台中 是先追一只卡比兽 然后刚才 我们要从台中总会来 对不对 要去吃晚餐嘛 我们刚才也去追一只卡比兽 是追了才过来的 好 那回到刚讲 我讲我大姐好了 我大姐现在达到三十二级 可是我大姐这一辈子 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 好 包括她的先生二三十年没有工作 都是我大姐在养家 好 我大姐到现在在起肾 好 因为她先天性的多囊肾 所以一三五还在我的诊所上班 还在我的诊所上班 那为什么她打这个游戏打这么琴呢 各位 我这样讲 所以 我等一下会讲一个很有趣的角度 我们通常觉得上瘾是不对的 可是各位 某部分 有没有可能 上瘾是你找到自己的一种方法 好 我们从上瘾我会讲另外一个极端 各位 这个世界 有没有很多人一辈子都 把自己框架得很好 从小想了心谨慎 生怕自己迷失在各式各样 人生的道路上 包括我们讲 比如说我说糖尿病的患者好了 好 大家知道糖尿病对身心 身心理的观点对糖尿病 有很多不一样的诠释 会得糖尿病的人通常是很认真很负责 很有责任感 可能都是为了家庭再付出 好 一辈子把对别人的责任 义务扛在身上 一辈子在符合所谓社会的期待 然后你真的活得很认真 认真工作 努力存钱 为别人着想 你甚至不敢多花一点钱 在自己身上 而自我意识 因着它内在的 存在的匮乏感 当你内在是个匮乏 那么也许你很认真很负责 你会赚钱 你会存钱 可是你可能一辈子舍不得花钱 你舍不得花钱 因为你觉得任何的花钱 可能都是一个罪恶 任何的花钱可能都是一个浪费 甚至你很害怕自己迷失在物欲当中 各位 你觉得你的人性 你必须要好好的 掌控住你的人性 仿佛你的人性 一不小心 它会 性爱成瘾 它会赌博成瘾 它会游戏成瘾 它会浪费成瘾 它会浪费成瘾 于是我们很小心的在 看管着我们的人性 就像我 你们酸出一条狗一样 好 那当一个人来自内在的匮乏 举例而言 你这一辈子很认真很负责 好 也许你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人 一辈子为家庭 为孩子着想 甚至 也许你以后可以给孩子最好的 可是你从来舍不得 买一个好东西给自己 你从来舍不得在自己身上 花一点钱 因为你觉得 会有罪恶感 好 各位 从糖尿病的角度 你拼命的想储存能量 因为你内在的匮乏跟恐惧 于是你内在的能量 并没有在流动喔 好 反应在身体的层面 你会不断的储存你的血糖 可是你的血糖 有没有办法进到细胞里面 为细胞所利用 本来血糖是很好的东西 可是你的血糖会一直储存 到100 200 300 400 500 于是糖尿病 成为了我们内在的能量 跟宇宙的能量之间 没有交流的一个障碍了 对你而言 因为你太多内在的匮乏 于是你用那个匮乏的心灵 让你觉得东西只能进不能出 可是各位 东西只能进不能出 请问有没有能量的流动 因为你担心出去了 不会再进来 所以有时候 当我在讲 身心灵的整个过程 它跟传统的概念不一样 有时候某些个案 对不起我会鼓励你去花钱 我不是说每一个喔 我会鼓励你去花钱 为什么 当你让能量出去了 能量才会再进来 好比如说我这样讲 先讲个笑话 有一次一个平地的老师到 山地的做客 他的山地里面 有他的学生 那学生就要张罗一些东西 来招待老师嘛 那学生就跟老师讲一句话 欸 老师你等一下 我等一下去 去我们家的冰箱 准备一点好料的 来 款待你 老师说 你们家的冰箱 我刚进来没看到你们家有冰箱吗 他就跟老师说 老师你不知道啦 整个森林就是我们家的冰箱啦 那条河里面的鱼 我们家都有活鱼 有没有 我们家活鱼 不是那个海产店 放在水足箱里面 那整个就是我们家的冰箱 跟我们家的水足箱啦 等一下我去西里面抓一点鱼 你就有东西吃了 好各位 你发现我在讲一个什么概念 对过去的人类而言 他不需要储存食物 因为他觉得大自然就是无限量的供应者 各位 我们讲到信任 记不记得赛斯曾经讲过 所有的动物里面 比如说我这样讲一个松鼠储存过冬 各位松鼠要储存过冬嘛 来松鼠储存多少食物过冬 一个冬天还是两个冬天还是三个冬天 一个冬天 最多几个冬天 一个冬天 如果我开玩笑讲一句话 你不会看到一个松鼠 存过两个冬天的食物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松鼠 第二个冬天不会饿死 我是说什么 他们怀着对生命的一种信任 如果我储存食物 我只需要储存一个冬天 这个生命对大自然的信任是 下一个冬天来临之前 我自然会有足够的食物 好 虽然我这样讲 原住民的这个概念 让他们到了汉人的社会 吃了大亏 因为过去 台湾原住民的传统也好 印尼或菲律宾人 他们通常是月光族 所以各位你知道他们那边薪水是一次发一个礼拜 因为一次发一个月之后 结果前半个月不见人影了 钱花光了 没钱才会继续回来上班 各位 汉人不是这样 汉人会储存一个冬天 两个冬天 三个冬天 甚至你们可能已经储存到了 你这一辈子都花不完的 你会继续存 各位 其背后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贪 一个部分是匮乏 跟不够信任 各位 你们懂我在说什么 一部分是贪 我们永远觉得不够 来 你们的钱有败吗 我 喊笑 有败吗 我 我 不用大家说这些消费 你银行的存款有败吗 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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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都没败 你的家庭的收拾金吗 是 你的银行存款多一个零好不好 好 你看 全买都拿出来了 这样各位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把自己跟大自然 分开了 我们成为我们存在的掠夺者 我们并没有在大自然里面 要多少拿多少 而信任大自然是一个无限量的供应者 我们每个人都在掠夺 从别人身上掠夺 从大自然掠夺 掠夺的越多 储存的越多 我觉得自己越成功 可是其背后第一个是贪 第二个是匮乏 来各位我无意把糖尿病的人 跟贪跟匮乏 连结在一起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要提到的是 生命存在深深的不安全感 生命存在深深的匮乏感 所以无意识当中 你也需要更多的血糖 储存在你的体内 就像你的钱 银行的存款 永远都不够一样 就像你们家的物资 你们家的所有的房子 永远都不够 各位 所以 于是你的身体的能量 它没有办法 很自然而然的 新陈代谢 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肉体 跟周遭环境的能量的一个 自然的流动 好 回到我刚刚讲的 游戏上引证 好 我刚刚讲我大姐 这个人一辈子认真负责 各位 一样从来没有玩过网络游戏 我大姐竟然 宝可梦成瘾 而且各位 我还鼓励她 因为我知道 她一定舍不得花钱 所以那天 上上个月 我就拿了 2000块给她 来 大姐给你耶诞节礼物 3000块的样子 给你耶诞节礼物 去买游戏点数 我鼓励她 去买游戏点数 鼓励她去买 这个Lucky Egg 好 各位 其背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有一种心疼 心疼 他一辈子 是一个道德框架 很严格的人 心疼他一辈子 为一个家在付出 他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任何的 所谓的自私 所谓的成瘾 因为赌博 而让家人担心过 所以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自我 好 我再跟各位讲一个 很有趣的一件事 在我自己开始玩 宝可梦之后 某部分 我觉得 能够沉迷于任何的成瘾行动的人 成瘾活动的人 某部分 是一种幸福 各位 我先讲 为什么他是一个幸福 也对比于另外一些人 来 各位 我举一个社会现象 你们就有一点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有没有那种 爸爸妈妈 从小 正直 勤勤 垢垢的做人 到夜市 摆摊子也好 一分一分的赚 从来这辈子 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 也不敢买个东西 好东西给自己 可是拼命的给孩子 而 这样的 父母亲 从来不曾让自己 迷失过 也从来不曾 款待过自己 可是 很奇怪 常常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 就变得 很 肥肋 他们用一个 不成比例的方式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沉迷在 网路的人 他知不知道沉迷网路是错的 他知不知道 沉迷赌博的人 他知不知道沉迷赌博是错的 酗酒的人 他知不知道酗酒的行为 是会让所有的人 讨厌 鄙视 甚至看不起他的 而明明知道有这么多人 对他的这个 匪类跟成瘾 是抱持着 不满 不接纳 甚至是不认同的情况之下 他还能够沉迷 来各位 其背后 你不觉得有文章吗 为什么一个人 甘冒大不会 冒着让所有的人 都讨厌他 都指责他 可是他还是继续沉迷 你们觉得为什么 你们觉得为什么 快乐 快乐 各位 他的快乐 为什么会用这东西 来做一个成瘾 而这个快乐 最后有没有带来痛苦 好 各位 我先讲一个 你们就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当有一群人 过度的自我压抑 过度的自我克制 就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他的过度的自我迷失 其实这群人是在矫正这群人 是这群人可怜 还是这群人才是有病 你们现在听懂我在说什么了 来我先回到赛斯心法 一个很有趣的哲学观点 任何一个现象的发生 不管这个现象多不合理 多不正常 他可能都是另外一个现象的 矫正行为 叫做代常compensation 就像赛斯曾经讲过 地球的某个地方 发生大灾难 地球的某个地方 发生大地震 或干旱 他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层面 在矫正另外一个地方的不平衡 就像生病也是一样 各位 肉体的疾病 并不是单纯发生的 他一定某部分在矫正 其他地方的不平衡 比如说赛斯曾经讲过一个例子 有一个医学的症状叫避尿症 就是你尿不出来 他说有时候 那是因为身体某些矿物质不够 而你的身体很自然地产生避尿 把尿液储存在膀胱跟身体久一点 以便你能够回收更多的矿物质 所以每个疾病的背后 都是为了矫正另外一个不平衡 来各位 好我现在在讲上瘾了喔 通常我们对上瘾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瘾戒掉 就像那些呆儿的父母亲一样 只要我的孩子 不要网路成瘾 他的功课就会好了 只要我的儿子把酒瘾戒掉 他就会好好工作 当一个好爸爸 好先生 只要我的这个孩子把烟瘾戒掉了 他就会健康 各位 你们都把事情想得好简单 好 当这群人拼命地克制自我 压抑自我 另外一群人拼命地迷失自我 拼命地藉由各式各样的成瘾 而让自己失去控制 其实他是在演给这群人看 来哪一群人比较可怜 是一辈子舍不得花钱 连吃顿好吃的 都舍不得花在自己父母身上 还是那个孩子 赌博成瘾 把父母亲辛苦一辈子段的钱 通通通花掉 他用一个方式在告诉你什么 你一世人欠才的钱 你外来才不快乐 是要做啥 所以我就在带给你开闹了 我看你会如何 各位你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所有的 好我们讲addition 他似乎是一个迷失自我 可是如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是不是也经常透过迷失自我 其实我们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 而我们是多么的害怕迷失我们自己 所以某个部分 各位我现在是讲某个角度喔 不是全部的角度 某个角度 能够成瘾的人非常了不起 他能够容许自己去迷失 各位我讲句实话 有时候你要我做到 我还做不到 包括我现在打宝可梦嘛 大家知道我最后还剩一只成龙 还没抓到 讲到成龙我就满肚子委屈了 满肚子心酸 一样我他才在跟我玩 而且玩得有一搭没一搭的 人家就孵出两只卡比兽 孵出两只成龙 我就孵出大甲 十公里的蛋喔 我就孵出大甲 孵出一些有的没的 最好的才是化石翼龙而已 连只快龙卡比兽都没有 不要讲成龙 各位 然后 那天去马来西亚 好不容易12月31号回国 晚上10点回到台湾 11点半突然五股的海洋 在海边出现一只 离消失时间25分钟 Google一查 23分钟可以开车到 立马冲上车 所以想说跨年前 给自己一个跨年礼物 终于追到他了 就一上六十次 要下陈泰路 前面塞车 为什么塞车呢 因为大家抢位置要看101烟火 等我到那个地方已经 没了 但是后来我听到一件事 让我觉得开心多了 我们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小家珍 那天也去追了 追到那个地方 已经 还有十几分钟喔 时间都还够喔 结果 人竟然挤不进去 然后旁边一排摩托车 全都被推倒 满地都是汽油味 然后前面有人在喊 不要再急了 再急要出人命了 兵荒马乱 我听到之后 好开心喔 重视我那天下去了 一下不去 因为我连下去都没有下去 差一点出人命 对 然后 后来我就 反正塞车嘛 就算了 去巴黎米仓绕一圈 回到家刚好十二点整 跨完年 然后 一看 那边又出现一只成龙 就在我回到家 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二十九分钟 赶过去至少要三十五分钟 各位你说 这不是整我吗 这不是整我吗 还有那天 我专程到南寮 从下午两三点 一直蹲到晚上十一点 各位 南寮不是每天都会出一只吗 那天之前 每天都出一只 那天之后 每天都出一只 就是那天 一直都不出 而且更可恶的 那天 到晚上八点三十三分 宜蘭出现一只 五十七分钟的 五十七分钟 因为我从新店 杀过去 四十七分钟就到了 我如果五十七分钟 我还可以过去 对不对 四十七分钟 可是我人在哪里 南寮 鱼港 所以我现在也在一个很诡异的状态 又想抓到又害怕抓到 因为抓到就毕业了嘛 抓到就毕业了 好 回到刚讲 各位 今天 人们为什么会酒精成瘾 为什么会游戏成瘾 说实话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真的找不到意义 如果这个成瘾 是让我们能够找到快乐 如果这个成瘾 让我们里面 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的一种动力 各位 那个成瘾没有错 是我们的生命有问题 好 今天所有的父母亲 为什么看着孩子的游戏成瘾 你们会紧张 因为你们的脑袋当中 对于什么叫正事 什么叫做有生产价值的 什么叫人生的意义 各位 你们的观点跟孩子不一样了 对孩子而言 孩子已经没有办法在我们过去 认为生命的意义当中 看到意义了 各位 我们以前过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认真念书 努力赚钱 奉养父母 找一份好工作 请问 这个价值观孩子接受吗 各位 所以我先讲一句 很负责任的话 所有我们孩子的游戏成瘾 网络成瘾 是因为他在成人的世界 所提供的价值跟意义当中 找不到 于是他藉由游戏成瘾 暂时做一种生命的热情的寄托 因为所有的父母亲 要说服他的那个价值观 是他不能接受的了 他有没有办法 因着他生命的内在的声音 而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好 所以我这样讲好了 各位 假设不要杀人放火 不要倾家荡产 我鼓励在座每个人 都必须有成瘾的经验 你藉由成瘾的过程当中 你 因为成瘾的好处是什么 他不但没有任何社会正面的意义 而且 有时候甚至还要承受别人的 一种 道德批判你的眼光 各位你知道我第一次 跟着大家加入行列去追皮卡丘的时候 内心挣扎多大 我是身心灵大师 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 我要走过去吗 我可以不走过去吗 不行我还是要走过去 帽子就拉下来就走过去了 你知道加入那个上司队伍 要克服一个什么样 形象 形象跟人家看你的眼光 各位 所以如果我说成瘾 是一个解脱的开始呢 但是如果我说我的成瘾 各位今天如果你是 我们讲不是打游戏成瘾 是你是一个水电工 你突然对所有的水电 配置背后的原理 开始沉迷且成瘾呢 各位如果沉迷跟成瘾 是一种钻研 那么请问这个世界 任何的成功 任何的杰出 不是透过钻研而得到的吗 是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了 今天你钻研于任何一门学问 你沉迷于任何一门学问 你如果不成功 那谁成功 各位 但是过去我们对于价值的认定 都是我们社会给予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经理认者 是我们的经理认者 在学生的文集中 我们的经理认者